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 中俄两国防长的一举一动牵动国际关注 一言一行释放丰富信号 据凤凰卫视8月16日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15日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 与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举行会谈 就两国两军关系两军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两人在会谈中对双边关系的表态十分微妙 邵伊古表示 在华盛顿宣布莫斯科和北京为战略对手的行动中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已经不仅仅是盟友关系 李尚福强调 中俄军事领域关系树立了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典范 北京和莫斯科在军事领域的关系 不针对第三国 邵伊古用不仅仅是盟友关系的表态 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中俄关系的重视 当然 他也在这个关系之前有一个定语 就是在华盛顿宣布莫斯科和北京为战略对手的行动中 这说明 俄罗斯方面对中俄关系的分寸感拿捏的还算到位 也明白中方的意思 现在的俄罗斯 应该是冷战结束之后最艰难的时期之一 此前的艰难是因为过于相信美国和西方 现在的艰难则是与美国和西方彻底撕破脸 俄罗斯这个民族很有意思 要不十分左 要不就十分右 中间仿佛是不存在一样 正如俄罗斯诗人秋特切夫写道 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 用普通的尺子不能测量俄罗斯 俄罗斯有他特殊的性格 你只能相信俄罗斯由于骑袭基辅的行动失败 导致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俄罗斯的日子并不算太好过 与乌克兰背后的美国相比 俄罗斯的国家实力 盟友体系显然要弱了好几个档次 好在家里还有镇宅的大一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放眼全球 俄罗斯虽然也有白俄罗斯 朝鲜 伊朗 叙利亚等少数几个帖子 但奈何实力他不允许 在这样的背景下 俄罗斯真正可以依靠的队友也只有中国 一是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经济强国 拥有恐怖和军事和战争潜力 二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 令中俄形成纯王齿寒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很多重大场合 或明示或暗示中俄紧密的双边关系 这不但是对抗美国的需要 同样也是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武器 不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中俄虽然争取和平 维护安全以及反对霸权是无上限 无禁区无止境的关系 但结盟并不是我们现阶段的最佳选择 当下的中国已深深卷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也受益于全球化 美国方面深知这点 所以华盛顿的反华政客极力想挑起新冷战 逼迫和怂恿其盟友与中国脱钩锻炼 不过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早已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种利益共生的关系很难一刀斩断 在世界的强烈反对下 华盛顿不但收回了打心冷战的论调 连脱钩锻炼都成了去风险化 如果我们与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 虽然有利于抵消美国霸权主义的压力 可正因俄乌冲突与俄罗斯斗的你死我活的欧洲 大概率将被美国以安全为由裹挟尽心冷战 对于中国来说 明确与俄罗斯结盟只会图虚名皆是火 相反还让自己丧失战略回旋空间 更何况中俄不是盟友就会妨碍我们对俄罗斯的支持吗 如果没有中国 俄罗斯经济在美西方的联合打压之下 恐怕早就窒息了 所以我们看到李尚福再次重申了不结盟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立场 当然俄方能够经常用类似不仅仅是盟友关系的词语来形容中俄关系 说明中方至少是并不反感俄方做这样的表态 否则只要有一次言辞否定 让对方下不来台就够了 中俄双方各说各话 好处也十分明显 这有利于我们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空间 给未来更多选项 如果北约布莱扩散到亚洲成为对抗中国的主力 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真正拉下铁幕 中俄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再无回旋空间 结盟变成了唯一选项 中方的话更多还是说给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听的 相信华盛顿的那些人精不会不明白 中国不与他国结盟针对第三国 但我们与他国对抗霸权主义的关系 可是无上限 无禁区 无止境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